我们从66月这边啊 这一章 我们来看看啊 君子大 爱你示众 在大众中立即从座位起来 请你我的庄主 合掌向着礼拜 然后顾我说 世尊指出大众 不勿如来巴尼的听见 社空是世还是非世的两种意义 如果 世尊如果成员社空等是见的话 应该能够指出老 如果不是见的话 应该没有可以看的东西 这一段 就是 了解大众的意思 所以他知道大众的问题在哪里 大众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社空 社跟空 到底是怎么以为社 社空的关系 这个社跟空 空 可以讲说这个空就是一个见性 这个社就是物相 所以社跟物相 这两个东西啊 就是说见性跟物相的关系 或者是空跟社的关系 或者是空跟社的关系 这个空跟社的关系 就是到底是是还是非是 所以社长就是要怎么来论述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啊 到底是还是非是 看关系是什么 那世尊呢 那个什么 这个文章不是要讲 如果前任社空 可能 社空等是见的话 应该能够指出 如果不是见的话 应该没有 可以观看的东西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空跟社 假设啊 假设这个空是社的话 就是见性是物相的话 再回忆一下 见性如果是跟见性 物相是一样的话 那这个物相呢 怎么来怎么来针对这个物相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物相也就是见性啊 那如果是这个两个是 是一样的话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 我们就 怎样讲 就 没有办法看到物相 所以这个空 如果跟社是一样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社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所有的物相 你知道吗 就是空跟社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所有的东西是空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形形色色 这个就是如果是死的话 那如果不是 就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话 空如果不是色 这两个是分开的个体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是怎么办 这个 如果两个是一个分开来的个体啊 你就没有办法判断说 这个是人 这个是树木 这个是动物 这个是任何一个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去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 你不要办法去指称他的名像 指称他的名像 可是 所以你看 假如空跟社两个不一样 它两个是一个分开的 分开的啊 那你分开都 本来是怎么样 空或包含社嘛 社融于空嘛 本来是这样的啊 那 你如果两个是分开的个体啊 既然是分开一个 你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个体 所以呢 你就没有办法说 这个 指称出某一个故乡 是人 是动物 是柳 是马 或是树木啊 或是泥土啊 或是山川 就没有办法去把他指称出啦 这是四根非 就知道 那么 这个是如初不让 讲到这个重点 那么这些观众啊 这些听众啊 现今不知晓这些欲礼的规矩 因此呢 才有惊奇恐怖 但是呢 这些听众 已经不像 从前那样 上根浅薄 希望无来 以大慈悲 残名 这些物像 与此 建晶 原本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什么在集中 没有死跟非是的区别 那这个建晶啊 建晶就是那个建性啊 就等于说说 这个建性跟物像 到底这两个东西是 存在什么的关系 存在的是 或是非是 这些物像 这些物像 都知道就是听众的 听众的问题啊 所以他 代替大众向佛提出问题 好 这时候呢 我告诉文叔 以及大众 十分无来 及大物像 由于自己 住于三摩地境界中 都如同虚空中的怪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那个 如来跟大菩萨 如来菩萨 他住在这三摩地的境界中啊 那么这个建跟原 原本是土题 妙境 明体 为什么在其中 有事与非是呢 好 那 这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两个东西啊 所谓的建跟 这个说 这里面是能啊 这个是所啊 或是说 这个是建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都是 都是希望分别 所以 他的 体性呢 是空 他体性是空 就这样讲的意思 这是那个佛的开示 那 那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文叔啊 我现在 问你 在你之外 另立一位文叔 他是文叔 或者不是文叔 文叔不是很伟大的 如此 师尊我是真文叔 没有另外的文叔 为什么 如果有另外一位文叔 那么应该有两位文叔 然而今日既有一位真文叔 就不是没有文叔 于中 确实没有是 跟不是两种相状 我说他这个建姓妙名啊 而与一切物相一样 都是如此 建姓物相本来都是 同一 妙名 无上 古提 静远真心 知道吗 这个建姓 知道吗 就是能跟索啊 对 就是能跟索 都是 都是 都是我们的那个 呃 如来掌的引线 那么 由于最初营练的不绝 至此 如真 其忘 才产生幻象 雜成的镜像 以及 能见 能武的 夜市 就是因为那个 营练的那个不绝 就是那个忘了 无名 那个无死无名 就产生那种 万象雜成的那种镜像 好 比如第二月 水是月 水又是非月 文叔 月亮只有一个 其中自然没有 月以非月之分 这个知道吗 比如说 证文叔跟那个什么 跟文叔啊 都没有 没有是跟非的那个问题啊 那这个月亮也是一样啊 月亮只有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所谓的第二个月啊 那个不是 是跟非是的那个关系 因此啊 你现在刮掌到的镜 以及纯镜的种种现象 都是妄想 不能从中分出 是 與非是 只要觉知此清静的妙觉真体 因此 就能使你认识到 一切可组成的东西 都是空花 所以 这一段的概念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那个 那个什么 你的如来上啊 如来上的眼线 眼线 怎么还讲呢 我们讲说 你的 优生寂旺 优生旺 你如果旺一起來 这是一个真啊 这是一个真啊 你那个旺一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外向就起来了 所以才会有能跟 能手 所以能跟能手 这个东西啊 都是怎么样 我们虚妄分别的关系 这段就是在讲说 要让我们认识到 这些东西都是虚妄分别 都是虚妄分别 都是虚妄分别 都是空东花一样 所以这个啊 就没有所谓的 是跟不是的 就是这两个关系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啊 或者是空跟是 就不是是跟非是的 不是是跟 那个什么 不是的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 你跟他一记住啊 就是说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前经一直在讲说 非一 给非一 就是说 不是一 不是 那个一 这是这一片的 那么这边主要的那个 呃 内容啊 就讲说这个见性跟物 没有是 也没有非的问题 好 接下来啊 我们再看那个下一张 下一张就是法院 我们继续等主啊 安安对我说啊 世尊 确实如你所说 凌绝能源的见性 空白十方界 战狼常驻 本性就是非生非魅的 这种说法 与先前范氏说比 所比较的 所谈的明帝 以及头灰等主外道所说的 真我片板十方的观点 有什么差别 世尊也曾在任邪商 为大会补葬 等宣讲这些意义 那些外道很常说自然 认为世间的一切 内耳众生的心性 为耳山的大地等自然物 都是自然而有的 不需照做 不加虚正 因此 你宣说因缘意 破斥他们 而我也认为 因缘并非他们所说的境界 我现今观此觉性 也是自然非生非魅的 远离界虚妄变大 这似乎不是因缘 而以外道所说的自然相似 你为什么要这样开示 力图使我们不进入 诸外道邪迹 并且由此获得真心 妙觉明性 这个 讲到这一段 就是 壮生的一个概念 就认为说见性不是自然 自然而有的 但是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同样的概念 这个自信 自然 但是这概念上不能用自然来说 观念上不可以认为说 这个自信是自然而有的 因为这个自然 下面就是 下面就是 为什么这个自信不能用自然这个观念来看待它 下面就是这样的重点 因为在这样的观念中 我们众生都降正本 都降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就是自然而有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有外道 这个外道就是所谓的真偶偏远的实方 这个外道就是 讲到这二十五弊 我们说二十五有 这个二十五有 他的论调 论调是什么呢 这个二十五有的论调 他就是以 以那个什么 以自信来生出那个觉 在闯觉来生 那个什么 自我意思 生那个 我的那个意思 再从 这个我的意思一出来 就是我慢 就是 这样子 所以这个自信 能够生出觉 然后觉 再生出 我 我 我们讲说这个我直 就是我慢的 就是从自信 生出觉 人在生我直 然后再不然呢 我直在生出什么 在生出 这个我慢 然后我慢在生出 生出什么 生出 地水魔风 然后再过来呢 再从 再从地水魔风 再生出什么呢 再生出那个 这个 我这个应该这样的一些 这样子 所有的 生 相 畏 出 生出 好 我慢 我慢 然后我慢在生出 这个什么 地水火风 空 然后在有地水火风空 再生出 那个什么 色 生 香 味 醋 然后在色 生 香 味 醋 然后在色 生 香 味 醋 这个 这个 色 生 香 味 醋 在生出什么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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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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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4 3 3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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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 7 6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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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樣來認識他 我們這樣來認識他就是說 他這樣的一個論述 他這樣的一個論述 他是從這個自信會生出 這樣子出來 你看到就是社會這樣會做 在我們活法來講 在我們活法來講 這個都是成 就是說成像 這個也是成像 這個屬於你的根本 你的根本 這個東西你看這個 這個手符 甚至是這個也是屬於你的根 生根 所以在這個開始你看 他的自信 他這個自信會生出絕 這個地方就產生了衝突 就產生了衝突 所以他說這個絕 這個絕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有的一個佛性 本來就是這個佛性 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說這個又要來生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就是 萬 這樣 假萬 然後才會生出我實 我慢啊 所以他把這個東西 會加上這個東西 會加上那個心根 所以在這個開始的時候 你看看 從這個開始 跟佛法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這就產生了衝突 就一產生衝突 所以一產生衝突 那個觀念上 但是一有小小的燈紮 後面都 一大串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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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 到最後就沒有辦法那個什麼 沒有辦法原版 沒有辦法資源起縮 所以這個就是外道作 25D 我們稱它也是 我們稱它是一個25有 我們要認識它 這樣的話我們要知道 比如說我們 像鎖水形的佛法 如果你有看到不一樣的 其他的那種 文書籃或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著作啊 你就可以從這個 從我們所學習的佛法 你認識的這個 你就可以辨別出 當那個著作到底是 是佛法還是外道法 你就可以辨別 那個辨別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是那個什麼 這是那個外道 就是那個 就是真羅片審判 你看這是不是真羅片審判 這個 他說真真羅 他就認為就是一個真羅 這個就是片審判 因為它可以勝出那麼多東西 好 接下來 佛告訴阿曼 我現在 我現在如此方便開示 是不是這裡 對 接下來 我現在如此方便開示 將最真實的真理告訴你 你卻仍然未能領悟 反而認為 其與自然觀很相同 好 那如果健性是自然 當然應該真得 明白 一定要有自然之己的存在 所以你觀察一下 妙人之健康究竟是以什麼為自己 健性是以明為自體 還是以暗為自體 是以空為自體 還是以篩為自體 那如果以明為自體 應該就見不到暗 如果以空為自體 應該就見不到暗 就應該見不到暗 阻塞 如此乃至於 諸暗等現象狀的自體 那麼在明時 健性應該斷絕命中 憑這所見到暗 這樣知道嗎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自然 自然就是說 你是以空為體 還是以篩為體 你說自然 那自然一定要有一個體 自然的體 那自然你是以空為體 還是以篩為體 你如果是以篩為主體的話 那你空就見不到 如果是以空為主體 你篩就見不到 或是你明跟暗 你如果以明 比如我現在明的時候 我就這個健性 我明的時候才看不到 那等到暗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你健性就看不到了 你就看不到了 其實晚上的時候一樣可以看到 為什麼可以看到 因為你知道現在是晚餐 現在是暗了 你知道現在是暗了 那個就是你的自性 要知道嗎 所以這個 那個什麼 就是說這個自性 這個自性 不是自然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來博 那個怎麼來博施說 健性是自然 你就要這樣來講 如果健性 你要自然 自然一定有一個自然之體 那自然之體 到底是以空為體 還是以篩為體 如果是以空為體 那你篩就看不到 如果以篩為體 你空就看不到 這一張就是 健性 非自然 然後 下一張 下一張 七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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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這個為止 就是 上一張講到說 這個 健性跟故象 沒有是 與非 的 不是 既不是是 也不是非 然後再過來 就是自然 非自然 非自然 這第一個 在前面應該要講 就是說 那個什麼 那個健性這個東西 不是呈現在你們的眼前 你看不到的 健性這個東西 是你看不見的東西 是你看不見的 再過來 就是說 今天所學的 就是說 沒有是跟非的一個 一個關係的存在 再過來 也不是自然的 的 一種 現象 這個健性不是自然 接下來 這張 就講說 這個健性 不是陰 也不是圓 我先把它寫下來 就是 陰跟圓 好 我們來看 看 阿南又說 這樣看來 這個廟名的健性 一定不是自然的 我現在又認為 此健性應該是 從陰緣而生 但我心中仍然有 未明白的地方 這項如來 請教 此健性為什麼 合以陰緣性 我說啊 你說到陰緣來 我又問你 你現在的陰 你現在因為有健 健性方能夠顯現在眼前 此健是因為有明才有的 還是因為有暗才有的 是因為有空才有的 還是因為有阻塞才有的 那如果是因為有明才有的 應該看不到暗 如果是因為暗才有的 應該看不到明 如此類推 以空阻塞 為原理等同於明跟暗 這跟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自然 一樣意思 這個自然一定要有一個主體啊 那你如果是自然 以明為主體的話 那你暗的這邊就 就看不到 那這個陰緣一樣啊 陰跟緣的關係啊 就是你這個健性是因為明 才有的 還是 因為暗才會有的 這是用陰跟緣 所以我們 我們一直強調說這個陰緣啊 陰緣啊 這兩個字 這個概念 盡量要把它弄清楚 要把它理清啊 我們常常說陰緣法 陰緣法 那個那個 佛無善齁 我在講 在說法的時候啊 因為那個文字表述的關係啊 會提到陰緣 可是我們對這個陰緣的概念啊 要從這地方給它建立起來 這個陰緣的概念 任了一個佛法功能一樣 這個陰緣是非陰非緣的 要從這個地方把陰緣的觀念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你看到經常有人在說什麼陰緣法和陰緣法 這個東西 甚至經典上如果有看到陰緣法 那個都是因為翻譯出來的 真正的佛法它是非陰非緣的 這個觀念把它建立起來 這個是 就是說如果是因為有暗才有的 那應該就看不到陰緣 如果因為是空才有的 那你阻塞就看不到 這是陰 在下的這段就是緣 在下的這段就是講緣 那此件性是以名為條件產生劍 還是以暗為條件產生劍 這個就是在講的緣 所以這個因緣分成兩個部分 因 因為明才會有的話 那暗的時候你就看不到 那這個緣的話 所以這個以名為條件才產生 或是說以暗的條件才產生 就這個字道 就是從陰的說法跟圓的說法 所以在講圓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依據的條件 只要有一個依據的條件 如果是以空為條件產生件 那就應該看不到腐塞 如果是以腐塞為條件產生件 應該都看不到空 如此類推 以明按偽條件等同於空跟塞 大家知道 所以前面這兩段一段是講陰 一段是講圓 所以你應該知道 這個經覺妙明的見性 既不屬於陰緣 也不是自然而有 也不能說不是自然 它本來就沒有非不非 也沒有是與非是的問題 它遠離一切像 又融色一切法 你現今為什麼在此問題上 勞慮 用世間細問能像 而去分辨它 譬如所長去抓摩虛空 只是自取疲勞 虛空怎麼能夠讓你直播得到呢 就知道嗎 這一段就講到因緣 我們就看 這件事不是 你是看不到的 這件事是你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話 你怎麼去看 怎麼去論述它 怎麼可以論述它 就是空跟色 這兩個東西 空跟色 就是那個 軟件性 跟物相 這兩個東西 如果是是的話 這兩個東西 所謂是就是一樣 這個物相 跟漸性 是一樣的 如果這兩個東西 如果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話 你就看不到 所有的物相 你就看不到 這個好了 假設這兩個是不一樣的話 這兩個不一樣 色跟空 或是物相跟漸性 兩個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如果是這兩個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就沒有辦法說 你就沒有辦法說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是山 這是水 這是大地 這是樹木 知道嗎 如果這是分開的話 這兩個如果是分開 這是兩個獨立的一個個體 如果是獨立個體的話 它就是怎樣 你就沒有辦法去 怎麼樣 去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影像 那個又是什麼樣的影像 知道嗎 這個是是跟非 這個是是跟非的論述 那個自然的論述 你如果這個是自然 那要有一個自然的體 那這個自然的體是以 以明為足體 還是以暗為足體 如果是以明為足體的話 你暗就看不到 如果是以空為足體 你塞就看不到 這是 所以它不是自然的 好 那是陰緣 一個陰跟它的緣 如果是這個陰的話 就是說 你這個件事是以 因為明才看得到 還是因為暗才看得到 就是對講它的陰 這個緣的話 說是以明為條件 或是以暗為條件 這個分成兩個 所以陰跟緣 陰跟緣 比較帶出那個觀念就是說 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條件 做一個元素來做的條件 那個就是來論出別人 所以這不常那個 比較邏輯性 把它釐清 把它釐清 慢慢你對這個漸信 對這個漸信的認識 你就更清楚 有一個 把釐清 把釐清 把它釐清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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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